疫情升温13号本土个案创下今年新高 更超越去年三级警戒 5月22号的单日721例记录 指挥中心表示 确诊数有可能持续攀升 疫情延烧疫苗防护力更重要 目前65岁以上民众新冠疫苗接种率 第一剂百分之八十四点一 第二剂百分之七十九点六 第三剂百分之六十四点九 指挥中心希望加快长者 施打第三剂进度 此外席肾病人是感染 新冠病毒死亡的高危险群 目前还有三万名洗肾病患 还未接种第三剂 要出国民众特别注意 引领欧盟数位疫苗证明改版 最新修正成人基础剂 有效期限为270天 为满18岁民众基础剂 有效期限仍为365天 台湾的数位新冠病毒 健康证明裁员程式 会在今天修改 那所以单指向修正 不会影响我们申办平台 已经核发的数位证明 所以民众不需要再重新下载 组织中心公布新冠口服新药到货消息 13号又有2016份墨沙冬运抵台湾 预定5000人份药物全数到期 大约新闻财品检员集台北报道 先进一步 先进一步 所以